最近因为做工的关系 老板email了我一份PDF 除了要求我更改PDF的内容之外 他还要我更改他的 FORMSTAR 跟他的字体的大小 Excuse me老板 难道你不知道 PDF就是不能够更改的吗 可是后来呢 我才发现到原来 还真的是可以更改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圣浩 一个喜欢苹果产品的KOL 我还蛮喜欢这个KOL的名字 如果你也对苹果产品 或者是他的相关资讯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成号题运 那么我们就可以常常一起交流了 通过一些research 我就发现到 其实要更改这PDF 也有两种方法 现在online呢 有很多free tools 可以让我们从PDF 换过去Werps 这个Werps呢 就是MicrosoftWerps的Werps 所以我们就可以 倒入下来 然后在这个Werps刷里面 更改过后 然后再把它export成PDF 这方法可能是比较麻烦 不过它是free的 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的PDF是比较复杂的 比较多design的话呢 它可能会从PDF export到Werps的时候 会失去了一些design 一些star 一些位置呢 或者是一些字啦 它的spacing会不一样 你看到它这个字体 都 不是很好 然后它这边的线已经不见了 我们来看一下Original form是怎样 Original呢 它这边有条线的 然后它字体都还好 可是这个就 有点不太对 你看它的线跑位了 这是比较头痛的 你就要重新更改 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第二种呢 就是目前我觉得很满意的 它是有一个叫做 Wondershare的company呢 原发出来的产品 它叫做PDF Animate Sys 它除了会避免刚才我所讲的那些问题之外呢 而且它可以保留完完整整 你原本的PDF的那些 Design 那些form star 那些form size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很多feature 好像可以 Edit一些 PDF Create新的PDF 或者Combine 或者是Convert Combine呢 就是可以把几个PDF Combine在一起 然后Convert呢就是可以把PDF 变成 Excel 变成Words 变成PowerPoint 和其他format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Edit 然后选择我们要Edit的东西 像是改我们那个form 你看那些线条还是在这边的 然后好的地方就是 它会把字啊 跟这些符号啊 分开来 就整整齐齐这样拍给你看 除了这样子之外呢 它也可以更改里面的内容 更改里面的form star 更改里面的字体的大小 完全是由你来决定的 然后你看我们的右手边 我们可以更改这些form star 这些text的大小啊 或者是bow或者是这些东西 完全就好像你在microsoft word里面 做的东西 然后我先看一下比较 厉害的东西 那是add一个image 然后我们可以调它的位置 而且更强大的就是 它可以在那个PDF 画里面呢 添加多一个PDF的 的page 或者是删除 其中一个PDF的page OK 选择它了过后 我选择delete 或者我可以 rotect 就是 改它的方向 甚至我还可以 印射一个新的PDF before 或者是after 这个page 我觉得蛮stable 而且很实用 当然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这个PDF element 6 是付费的 可是我相信 如果你 给予一点钱 而可以 省你很多时间和麻烦的话呢 这是相当有用的 而且如果你又是常常 需要做这些事情的话 我是非常推荐的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它现在还在做着一个promotion 只要完成以下的四个步骤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 5美元的 Amazon的折扣券 首先呢我会在我下面的说明文 给予一个链接 通过点击这个链接呢 你就可以到达 它的官方的界面 下载 并使用这个 PDF element 6 pro 如果你使用过后觉得还行的话呢 那么你再点击回刚才我给的链接 在产品的底下呢 给予你的评价和信心 通常这些评价呢会等 一到两天之内 才可以 Display 出来 Display 出来过后呢 你就截图 然后再email给他 jesse at wondershare.com 然后在一到两天的Working days呢 他就会很快的reply你 然后再给予你 5美元 Amazon的折扣券 当然这些东西呢 你必须要在 2019年的6月15号之前 完成 那么以上就是我和你分享的苹果产品的有趣资讯 如果你觉得这个资讯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当然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 或者是 你觉得有什么 使用小技巧或者App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么我是Sensho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